上次讲到赵康人就采立陈诚宴的妙计 用焚河的水去浸太原城 太原城里面即时就变成了汪洋一片 连南边的城墙都冲嵌了一绝 宋军里面都看怕攻破太原都止日可待 立即就发起猛攻 谁知攻了三四次 怎么都攻不下 而且还选兵折将不计其数 正在大家发愁的时候 忽然在南边的士兵看到太原城内浮起一堆巨大的水草 慢慢就迫近南城门的缺口 然后就把缺口塞到杀一杀 这时候的宋军个个都睁着 看着太原城墙火烧其干长炭 而城里面的北汉人 是生还是死 已经到了必须选择的时候 危难之中才显示出真正的勇敢 前武当山真人 现任的北汉宰相郭无为 突然就带发神勇 他越众而出 向刘继元请命 啟品陛下 单纯的防守 最终都是注定失败的 请给老臣一千精兵 我要出城向宋军挑战 这是空前的勇敢 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面 都心中有数 哪是打得赢的 一千个士兵就想打退赵康隐 压我膝头哥不吃辣椒 吗 现在守城的兵力都不够 还要浪费 但不知道这时候的刘继元 就抽起哪条筋 居然又同意了这个请求 还派出了太原城里面最强的将领 刘继业和郭守斌 一起陪着郭无为出战 出战的人选就已经选好了 时间就定在夜晚 北汉国王刘继元 亲自登上了太原城北的延下门 目送这帮勇士出战 而且呢 站在这久久都不肯离开 郭无为就带着人马出城了 极国极国极国 走到北桥 他就立定马 要求所有的战将都来到他的身边 说有机密事要和他商量 但事情很反常 临急临忙 有什么要说呢 难道要来个战前的动员 还是计划有变 还是有什么感囊妙计呢 不过不理怎样 就没人听他知笛 刘继业 刘继业 刘继业呢 刘继业呢 刘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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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的成效 扔下了一万具的尸体 就狼狈地扔回太原城 如是这般 北汉一年几夜都派人出来偷袭 但是都收不到什么成效 直到有一晚 赵康印在营帐里面 听到外边的北汉士兵一起吶喊 我主归汉 赵康印一听到 包括所有的宋兵 个个都惊喜到就快去脱 赵康印起初以为自己是听错 不过想心一层 宋兵为太原城已经这么久 北汉的士兵死的死 伤的伤 实是累到不得了 那刘继元还怎会有好过 只会比他们更惨 投降也是情理之中 这种想法 很快就在宋营之中达成了共识 包括建多色港 以理智沉着著称的赵康印 于是他落命令 所有的卫士都着好盔甲 蒙出刀 打开寨门 准备受行仪式 就在这阵时 有个人就站出来说 陛下 扯慢 众人一看 原来是八作使赵水 陛下 自古受行如林的 现在三更半夜 才说来投降 恐防有诈 赵康印一想 嗯 有道理 于是他派人出去探听清楚 结果就什么下文都没了 这阵时赵康印就扩闹了 天子之路 伏斯百万流血千里 这个就是那天晚上 赵康印心灵的真实写照 而且 马上就变成了宋军的具体行动 第二天 攻击点就再次选择了太原城的南城 那时候的崩塌效果就最为显著 敌之弱点 即为我之要点 攻击绝对正确 但是遗憾的是 没什么新的招数 没办法 这时候正是四五月天 是中国所有河流的水量最丰沛的季节 除了用船 这时候太原城下 就没什么更好的战斗工具 宋军在东西班都指挥使李怀宗的率领下 有时罩着艇 再次就冲向了南城门 照是老巧 一把火就点着了城门 然后就冲向了城墙的缺口 完全就是复制前几天的战斗过程 但是结果仍是同以前一样 李怀宗重战 不过他就幸运很多 执回一条命 被人抬回去军营里面 这时候 不理其他人有什么感受 宋军中最精锐的部队 也就是赵康人本人的亲兵卫队 再都站不住脚了 接二连三的伤亡失败 对其他人产生的效果是惊恶和恐惧 但是他们感到的是气氛 是不服输的 这时候 电前司指挥使都如侯赵庭汉 率领电前司卫士叩头请命 我等愿打头阵 尽死一搏 这时候 赵康人就犹豫起身 愤怒不像是忌恨 他注定只可以在短时间里面爆发 随着李怀宗和大批的战士死伤狼迹 他的心一边就在权衡利弊得失 一边在逐渐冷却 一个在出兵之前就反复思量的问题 再一次就浮现出来 得到了不看真的这么重要吗 难道要用宋朝军队中所有精华的生命去换取吗 没有了军队就没有了一切 连自己的国家都没办法保住 赵康人的神经一下子就放松 他苦笑了一下说 你们都是朕亲自训练的 朕知道你们可以以一滴白 所以才用你们作为护卫 和朕休息与共 朕宁愿不要这个太原 也都不可以命令你们去送死 这帮士兵才是恶然 接着就个个都哭了 这阵时的赵康人不再是皇帝 也都不是将军 而是给他年长二十几年的叔伯长辈 他的理智将所有人从沿岸边就拉了回来 而且再次拉近了和自己士兵之间的距离 但是 无论是由冲的感动 也或是精明的计算 在这种温轻感人的气氛里面 一片冲天杀气就从此消散 战争 本来开始于人心里面的一点好性 或者是贪婪的欲念 失去了这些欲念 一切都显得是荒谬可笑 何况就在这阵时 几个极端恶劣的消息 又一起传过来了 首先 是艺人抱死了 59岁的前宰相徐军出征 在半老上面就病低了 只能够送回本国去疗养 但是最终都是不行了 而且更拿命的是 涉丹人的援军又突然出现 这支涉丹部队 避过了宋军散步出去的所有哨卡 当他们出现那时 就已经到了太原城的西门之外了 哇 这样还能够行呢 不过好在 他们没有马上发动攻击 而只是明古举火 向城里面的刘继元发送信息 这时候 本来就还强不屈的北汉人 就更加有底气了 而且 你知部队的首领级别 居然是涉丹北远大王耶律乌珍 并且有消息表明 涉丹的南远大王耶律邪珍 也都已经出动 马上就会到达了 这些消息 令到赵康人倒吸一口冷气 他明白 这个是上次两场胜仗的后遗症 涉丹的国王刚刚才换身人 于情于理于理从哪个方面都不可以丢这个架 所以才将南北两院的大王一起派上阵 这个时候耶律乌珍到了还不开打 原因就非常简单 一来是等南远的耶律邪珍到达 二来也是因为他们的对手是赵康人本人 但是相似注定是短暂 摆在赵康人面前就得了两条路 一个就是趁其孤单 马上攻击 另外一个就是立即撤退 是攻还是退 赵康人的心变得极其平静 除了眼前的强敌 他更加注意到另外一个致命的不利因素 就是时间 但从出兵到现在 已经整整过去了四个月 施老兵疲 后继佛力 曾经也都做过事出的赵康人 比十年之后的那位天才皇帝 更加清楚意味着是什么 各位 涉丹的救兵就已经到了 赵康人还继不继续打下去呢 欲之后是如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